多元文化的校园 我认为多元文化的校园 应该是更多的交流和开放的心态 我叫姚玲,来自中国 目前我正在就读商务预科 今年9月我将继续在AXELIA就读硕士 中国对目前来说是一个非常网红的国家了 我认为是 提到中国想到的第一个词是宽广 因为中国不仅地域辽阔 同时它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悠久的灿难文明 但今天的中国我认为更多展现的是 创新、活力和包容 我在谷歌上偶然了解到了AXELIA这所学校 它避临大西洋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小城 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能在一座海滨小岛 学习和生活更加快乐的事情了 因为我本人非常喜欢大海 介绍法国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当我来到法国的那一刻 我发现它比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 它给我的感觉是更加真实和饱满 之前我还在中国的时候 我想象中的法国是戴着红色礼帽的女士 然后手里会拿着一本书 或者它的页下会有一个长长的法棍 这是我想象中的法国 但来到这里以后我发现更多的 法国给我的印象是更加的松弛 在这里年龄对我来说不再是一种焦虑 我能在这里找到一种内心的平衡感 最喜欢法国的什么东西 我认为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葡萄酒 我去过法国的波尔多 那里的葡萄酒非常的棒 那里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葡萄酒的一个博物馆 Excelia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细心 当我来到Excelia的时候 学校它会考虑到学生的各种需求 我可以在校园里一站式地完成我的各种行政手续 比如说办理银行卡 办理社保卡等等 同时呢 学校的生活也非常的丰富和多彩 学校会安排组织各种学生活动 同时还有各种学生的社团 可以供我们选择 我觉得在这里学习不会再是一件很沉闷的事情 在Excelia的这个国际学习生涯 我认为是充满了激情和火力 因为我们有不同 跟不同的人进行沟通 还有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 这些不同文化之间产生的碰撞 它让我更加学会了如何从容地表达自己 也更加地快速融入集体生活 Excelia在这个方面帮助了我非常多 尤其是在住宿方面 当我在中国的时候 Excelia其实已经开始帮我们解决住宿的问题 学校会有合作的房源平台 Studabach 我们可以在上面找到 合适自己感兴趣的房源 这个平台最重要的一点是 它可以解决住宿担保人的问题 因为对于国际医生来说 我们其实在法国找房 担保会是我们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在Excelia的学习生活中 让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这一段学习经历将会成为我一生中 最难忘的一段回忆 因为重新和认识了解自己 并且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认为它给我最大最大 让我觉得非常能够帮助 我个人的职业生涯的一点是 我能够非常自信地与人交流 以前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 其实与人交流 我们会认为是一个非常让人害羞的事情 我们会很谢 就是非常的不好意思去表达自己 然后待到这里之后 发现与不同人之间的交流沟通 多次不停地尝试之后 我发现其实交流并没有那么困难 我们可以大胆地去沟通自己的想法 对于未来想要加入Excelia的人一些意见 我认为是积极地表达自己 不要害羞 而且Excelia给我们的平台是非常包容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 而且我觉得更多的语言交流 它会帮助你快速地成长 如果说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认为是 其实事实上 我们无法去延伸生命的长度 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去拓宽生命的宽度 去重新了解和发现这个世界 也重新认识你自己 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它可以帮助你如何快速从容地 重新认识你自己内心的世界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